原标题 军政平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这是重大政治决定 12月27日18时时 金华社发布一条重磅消息 迅速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 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 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中统一领导 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进行这一调整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政治决定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大创新举措 是加强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 确保党和国家常治救安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这次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不仅是全军的大事 也是全党全国的要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有利于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队武警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 其中一条就是江源表述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 改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 由领导调整为绝对领导 意欲深刻 分量很重 十一是人民武装力量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 目光转向两年前的九三阅兵 在十个阴魔方队中就有一支武警部队抗战阴魔部队方队 武警部队诞生于人民军队的摇篮 传承着红军的血脉 194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宗队 这是武警部队的前身 武警部队从组建一史就明确定性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受中央军委统帅 此后历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多次调整 大多时其都归军委建制领导或受军事系统领导 武警部队主体的武装力量属性始终没变 中央军委对其实施统一领导指挥室内在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武警部队高度重视 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从政治和群局的高度统筹谋划 部署推进武警部队建设改革 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 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指示 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贯彻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 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统一领导指挥 是落实宪法关于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规定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强化党官武装的根本要求 是有效解决武警部队体制性障碍 和突出矛盾问题 全面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关键之举 有利于武警部队有效履行行事代使命任务 党的十九大鲜明指出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这些斗争包括坚决反对一切渗弱 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 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 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等 进行伟大斗争 我们党决对领导的武装力量是重要战略支撑 武警部队作为我们党决对领导下的重要武装力量 肩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 主要承担执勤、处途、反恐怖、枪险、救援、防卫作战等任务 这次领导指挥体制调整 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 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 各级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调机制 有利于加强国家武装力量整体建设和运用 有利于武警部队实现领导管理和高校指挥有机统一 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 武警部队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这样调整改革是更好进行伟大斗争 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的现实需要队伍 警部队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是有力推动 有利于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当中央习主席队武警部队现代化建设一直十分关注 倾注大量行血 2013年1月习主席亲立武警部队视察 强调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有扬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2014年4月习主席视察武警特警学院并为猎鹰突击队受其强调武警部队作为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有力打击各种暴力恐怖犯罪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2014年4月习主席视察武警新疆总跟某部特勤中队 勉励大家牢记持责 再接再厉 坚决完成以知情处突围中心的各项任务 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 2017年10月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鲜明指出深化武警部队改革建设 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为新时代开创武警部队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武警部队出色完成了执行 处途翻恐维稳 枪险救灾等各项兼具任务 为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开启了新真诚 这样调整改革 适应了新时代新要求 能够更好加强武警部队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是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的重要举措 我们监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主席的坚强领导下 一定能够顺利实现调整改革目标 全面建成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有两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来源微信公众号军政平工作室 责任编辑张玉